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祝所有的朋友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春日小长假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贵州游山寨看瀑布 超多宝藏美食美景 等着你们去打卡哦 周深又要有新舞台了 上海魔度音乐节将在5月2日后激情开唱 据悉周深4月30后已经出现在音乐节的彩排现场了 不确定的歌单有 人是如比亚林牙之礼大鱼化身孤岛的金 花开忘忧不想睡等等 在周深参与演出的那天 他将会成为最后登场演唱的嘉宾 之前有很多的生命都在担心一件事 那就是主办方不会给周深安排太长的演唱时间 随着节目安排的发布 这个疑虑终于被打消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周深将会在舞台上演唱50分钟 与周深的线下演唱会对比 这个时间的确有些短 不过考虑到这次周深是在音乐节演出 50分钟的这个时间还是符合绝大部分的生命的预期的 相信在音乐节的现场 观众肯定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出城市古老的宿命 出城市古老的宿命 人将吃醋打入夜晚 只如我可以不决定 我已何种姿态 让死忘记我 让恐惧心问我 在摧毁我深爱的一切 那边不决定 紅心 衝突然和莫人之间 可以不决定 你不决定 你不会决定 你不决定 谁不决定 我珍愿感 为什么 我珍愿感 我们不决定 我珍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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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为魔督音乐节贡献了很多的话题度 有人对数据进行了统计 发现魔督音乐节相关的话题中 周深这个名字被提及的次数是最多的 周深的热度与他的出场排序是匹配的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 周深是当天最晚出场的歌手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一次周深 在现场听周深唱歌 观众可以感受到浓烈的情感 那些实力相对一般的歌手 他们在录音室或许能够大杀四方 但是他们在现场演唱歌曲的时候 压根就无法打动观众 周深就比较厉害了 他有着丰富的演出经验 他喜欢在现场演唱唱歌 享受与粉丝互动的这个过程 观众在耳机当中听周深唱歌的时候 大概率会给出天籁这样的评价 而在现场听周深唱歌 相信大家对他的认可度 会再提升几个等级 听周深唱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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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